哥哥被谋杀,嫂子秘密嫁入豪门,弟弟依锦还乡 凶手一个都跑不了 大家好,这里是风宁爱世界 明家境年间,杭州海宁县 有一对兄弟从小相依为命 哥哥叫李勇,弟弟叫李坤 由于父母早亡,哥哥以开饭馆为生 谈心如苦把弟弟养大成人 谁曾想,李坤日后依锦还乡时 哥哥已经死了多年,嫂子也不知了去向 顿时是悲伤不已,来到哥哥的坟前 放声大哭 哭过之后,李坤就去了自己的二叔李善通家 叔侄见面,亲热得不得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李坤就问 老人家,我哥是怎么死的? 我嫂子现在何处? 李善通说,你大哥当年是无症状猝死 县衙门武作验过尸体 没发现什么 至于你嫂子,在你哥死后一个月就改嫁了 而且没人知道他真正的去处 李坤听了之后,就觉得这是有点蹊跷 心想,大哥无故猝死 嫂子那么快就改嫁了 而且别人还不知他的去向 这很有可能是他再故意隐瞒 李善通又说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 听说你去投军了 这些年咱大明朝一直在和倭寇打仗 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李坤说 乡亲们说的是真的 我这些年一直在跟着七将军抗卧 是这么 这么 回事 他就简单的把这些年的经历说了一遍 在八年前 李坤出城砍柴 正好看到一伙山贼在调戏妇女 他上去就把这帮人试一顿胖揍 女子被救之后 说 多谢壮士出手相助 我看您武艺不错 先别走 我一定让我丈夫当面谢您 您随我来 李坤一开始本想推辞 可这妇人偏不让他走 就这样 他就随着这女人到了家 到这一看 这户人家是个当官的 不一会儿的功夫 酒宴就准备上了 一个男人出来 对李坤是千恩万谢 聊着聊着 李坤知道了这人的身份 他叫陈大忠 是七将军手下的大将 谈话间 陈大忠就问他 听我夫人说 你武艺不错 而且还见义勇为 有没有印象跟我投军 一起去看我 未来建功立业 李坤一听 然后马上就答应了 心想 哥哥把我拉扯大不容易 未来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就这样 他回到家跟哥哥打了招呼 没过几天 就跟着陈大忠投了军 在抗窝打仗过程中 李坤履立军功 就从一个普通士兵 一点点被提拔起来了 后来窝寇被打跑了 朝廷论功行赏 李坤做了长沙总兵 官封正二品 李坤就把这些年的经历 跟二叔讲了一遍 但他没说自己当官的事 李善通听完之后 不住地点头 然后又问 这次你回来 后面还跟着十几个人 你现在是不是当大官了 李坤说 只是当了个小头目 不是什么大官 那几个都是跟我出生 录死的弟兄 说完 李坤给二叔留了二百两银子 就离开了 在镇上找了一家客栈 定了四间客房 自己和这十几个随从 就都住下了 到了晚上 他可就睡不着了 翻来覆去地琢磨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想着想着 突然脑海中出现一个人 开药铺的赵强洲 哥哥生前和他关系最好 或许从他那儿能得到一些线索 第二天的一大早 就起来了 吃完了早饭 就来到了赵强洲药铺 进门一看 赵强洲正好在这 李坤就喊 强洲大哥 生意可好 我来看你了 哈哈哈哈 赵强洲甩脸一看 先是一愣 再仔细一看 认出来了 说道 李坤兄弟 你怎么回来了 咱们快十年没见了吧 来来来 赶紧礼屋坐 伙计 看茶 二人来到礼屋以后 聊了很多 当说到大哥李勇的死的时候 赵强洲把门和窗户关上了 又嘱咐了伙计说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别靠近这间屋子 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这时就听赵强洲说 你大哥生前有一次在我家喝酒 可能是喝得过量了 就借着酒精跟我说 你嫂子在外面有情夫 但他不知道那人是谁 我劝他别胡思乱想 他说在你嫂子的衣服里发现了春药 然后没过几天你大哥就死了 你嫂子也不知了取向 李坤一听 脸色就变了 说 强洲哥 除了这些 你还知道哪些关于我哥的事 赵强洲说 我知道的就这些 全跟你说了 现在你回来了 一定把你哥的事情查清楚 也不枉他养你一场 有需要你强洲哥帮忙的 尽管说 李坤说 多谢强洲哥 您这朋友我哥真没百交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查得水落石出 两个人一直聊到中午 赵强洲就从外面叫了几个菜 两个人就在药铺后堂吃了午饭 吃完饭 李坤从赵强洲的药铺出来 在附近的这条街上闲逛 边走边想 今天总算是有了一点线索 可光凭赵强洲的这一番话 也不能把这件事查清楚啊 下一步得寻找我嫂子 只要能找到她 就好办多了 想到这 李坤就往二叔家走 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 进门就说 二叔 我总觉得大哥死得太突然 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 如果能找到我嫂子 或许能查出一点线索 李善冲听到这 就有点慌了 但立马就吻了一下心神 说 小子 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李坤说 您如果在县衙门认识官人 让他们打听一下 特别是根管户籍的人问问 也许能得到一些消息 文中代言 为什么李坤不以总兵的身份 直接去县衙门 第一 李坤是长沙的总兵 而这里是杭州府 跨着省的 第二 李坤的官阶太高 去了县衙门 就会兴师动众 第三 自己没有确凿证据 如果县官找个借口不配合 恐怕会碰一鼻子灰 官场如战场 李坤现在官坐大了 自己所走的每一步 都是非常的谨慎 李善通说 我和县衙门的老头没得说 经常在一起喝酒 早些年 我让他帮着打听过 最后也是没有结果 李坤听到这 叹了一口气 心想线索又断了 就告别了二叔 回到了客栈 在房间里 他的脑子可就转开了 哥哥如果不是正常死亡 就肯定会有破绽 根据赵强州的说法 嫂子跟这件事的关系最大 可这条线断了 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 还能从哪里能找到突破口呢 想着想着 他就想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杭州之府 另一个是这江巡府 这两个人都是手握大权的地方官 如果他们能帮着查嫂子的下落 可能会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杭州之府叫董锐 据说是汉林出身 自己跟这个人不熟 而这江巡府可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带自己从军的陈大中将军 因抗窝有功 后被提升为这江巡府 这时李坤就打好了主意 我要先去拜访这江巡府陈大中 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几日之后 李坤带着随从赶往了这江巡府衙门 到了之后 拿出官方引信 让守门的人往里面通报 这些人一看是长沙总兵来访 自然是不敢怠慢 马上报给巡府大人 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 就见巡府大人带着一群人出来了 还没等李坤说话 大老远的就喊 哎呦 老弟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 啊 哈哈 来来来 赶紧往里请 你可想死我了 李坤一看 对面来人正是陈大中 赶紧上前了几步 马上行礼 说 大哥在上 小弟给您见你了 陈大中赶紧用手相扶 说咱们兄弟还需这些客套礼数吗 赶紧跟我进来吧 你嫂子听说你来了 也在内堂等着你呢 两个人就这样来到了内堂 这时陈大中妻子也出来了 对李坤说 兄弟 你可来了 多年不见 可怕我们想话了 几个月前 我和你大哥商量 想去长沙看你呢 哪知这衙门里的事太多 李坤一看 先给嫂子见礼 赶忙说 樊老哥哥和嫂子挂念 我也一直来想看您二位 所以这次就来了 陈大中赶紧让人看查 三个人可就聊起了没完 在言谈中过程中 陈大中就问 兄弟大老远过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李坤一听 既然陈大中问了 也就没隐瞒 就把他哥哥的事情 详细地说了一遍 陈大中听着 也是不断地眉头紧锁 然后说 看来你哥哥死的是有点蹊跷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我回头让下面的人去查 一定给你个交代 现在马上中午了 我们一会先吃饭 然后再想谈你哥哥的事 说着 酒宴就摆上了 几个人就开始推杯换盏 就在这吃酒的过程中 李坤无意发现在内堂的墙上 画着一幅画 等吃完饭以后 他就走到了这幅画进前 仔细一看 这幅画的名字叫 腊血四眉厨 陈大中就问 兄弟 你也对画感兴趣 你要是喜欢 哥哥就送你了 李坤说 哥哥 您的这幅画是从何而来 陈大中 你说这幅画 杭州知府董瑞送我的 几个月前 我去杭州府 看到他那里挂着这幅画 觉得画得不错 就多看了几页 他就从墙上摘下来送我了 我哪懂画呀 就是看着好而已 李坤 大哥 这幅画叫 腊血四眉图 是一位书画名家 送给我哥哥李勇的 我哥李勇死后 这幅画也不见了 这杭州知府 又是从哪得到的呢 陈大中一听也愣了 说 难道这幅画与你哥哥有关 李坤 我大哥李勇死后 他生前的所有东西 顺理成章地就归了我嫂子 这幅画很可能是从他那里流出来的 陈大中说 我让人把杭州知府董瑞叫来 一问不就知道了 李坤 陈大哥 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 我担心的是 我哥哥李勇的死与杭州知府有关 还是谨慎为妙 咱们要这么这么 这么办 陈大中听完之后 不住地点头 说 对对对 就按你说的办 我马上叫人把杭州知府找来 你这几天就先在我这住下 咱哥俩也好好团聚几日 你大哥李勇的是 包在维兄身上 有我在还怕查不出真相吗 李坤一看 也只能这样了 当天就住在了浙江巡抚衙门 第二天下午 杭州知府董瑞就到了 董瑞见到陈大中 赶紧见李 说 下官杭州知府董瑞 见过巡抚陈大人 您匆忙找下官来 是不是有要紧的公事 尽管吩咐 我照做便是 陈大中说 凡文入节就不必了 赶紧坐下 我来问你 前些日子你送我的那幅画 后来我听人说那是大家的手笔 而且价值不菲 我本以为就是一幅寻常的画 就收下了 陈大中喝了一口茶 接着又说 这幅画你是从何而来 据我所知 这幅画背后 很可能关系到一桩朝廷官员的人命案 董瑞一听 就有点慌了 说 这幅画是一个朋友送给下官的 他说是他夫人娘家的传家之物 陈大中一听 这件事有门 接着问 你那朋友是什么人 他的夫人又是哪位 你可曾见过他 董瑞 纵画的人叫薛万年 是前唐县的守护 他夫人我不认识 也没见过 这时陈大中一看 董瑞不想说假话 就向屏风后面喊了一声 李坤贤弟 出来吧 看来这件事有眉目了 说着 李坤就从屏风后面出来了 陈大中就给董瑞引荐 说 这位是长沙的总兵官 李坤李大人 这幅画以前是他大哥李勇收藏的 后来他大哥死了 是这么这么 这么一回事 董瑞听完之后 就有点诚惶诚恐 心说 幸亏我没敢撒谎 要不然面前的这两位 我是谁也得罪不起啊 这时董瑞赶紧给李坤建立 李坤说 董大人不必客气 我哥哥的事情还请大人费心 帮着查出真相 于是几个人就开始和气 下面该怎么办 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 计划就定好了 陈大中 李坤 董瑞三个人从巡抚衙门启程 就来到了杭州之府衙门 到了杭州府之后 董瑞马上告诉衙门的差人 必须把薛万年和他夫人请到这里 二人必须全部同时到场 不到一天的功夫 就把两个人给带来了 就见这薛万年 是满面红光 雍容华贵 一看就是个有钱人 再看他的夫人 一张圆润的脸蛋 肌肤如雪 身姿绰韵 活脱脱的一个大美人 李坤一眼就认出来了 薛万年的夫人 正是自己的嫂子周氏 忍不住的就喊了一声嫂子 这女人顺着声音看去 前两眼没认出来 仔细观看 喊他的这个人正是李坤 也忍不住的说了一声二弟 然后一言又止 就又把头低下了 这时场面就显得有些尴尬 李坤继续问道 嫂子 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哥的孩子 我那只儿现在何处 嫂子周氏说 你哥当年就是胸口突然一阵疼痛 然后就死了 你的侄子今年已经十六岁了 给他请了先生 在家中念书 杭州知府董瑞把话接过来了 说 周氏 你一定要实话实说 不要心存侥幸 现在跟你说话的是长沙府的总兵 李坤李大人 薛万年和周氏一听 原来李坤做了长沙总兵官 那可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啊 这两人心里就没底了 李坤接着说 我大哥的好友 开药铺的赵强州跟我说 嫂子你在我哥活着的时候 就跟薛万年通奸 后来被我哥发现了 没过几天 哥哥就死了 然后你就神秘地嫁了人 难道这都是巧合吗 薛万年说 李大人 您就要听别人胡言乱语啊 我和你嫂子可没做过 见不得人的事啊 不管怎么问 这二人就是一口咬定 李勇就是因心口疼而猝死 知府一看 不动真格的是不行了 马上命人升堂 刚才这段对话还是在那堂 你聊天的方式进行 这时就看到 陈大中 李坤 董锐三个人换上了官府 三班牙一两旁站立 案子由杭州知府董锐审理 陈大中和李坤旁听 董锐说 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来人呀 给我每人先打二十板子 二十板子下去 把这两个人打低是鬼哭狼好 但就是不招 李坤这是说 董大人 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吧 如果我哥哥不是正常死亡 尸体就一定会有破绽 所以我要求开关验尸 周氏一听就不干了 在唐下就喊上了 你们不能开关啊 这前夫死了多年 这么做是对死者的不敬 会破坏风水的 薛万年也在旁边帮枪 说 你们这么做 要是查不出个所以然 我一定跟你们玩不了 李坤一看 一说要开关验尸 这俩人变毛变色了 就更确信这里面有猫腻了 这时跟董锐说 董大人 先把他们收尖吧 等验过尸体后 再来审理 董锐一看也只能这样了 就把这两个人压起来了 到了晚上 李坤对陈大中说 我大哥刚死的时候 海宁县衙门的武座验过尸体 没验出个所以然来 这次开关验尸 我想让巡抚衙门和知府衙门的武座 一起来进行 陈大中当场表示同意 就让人去浙江巡抚衙门 把武座请了过来 李坤又对董锐说 董大人 我想让人把我哥哥的儿子 也就是我那侄子接过来 好多年没见他了 我想问他一些话 董锐当时就同意了 当天晚上派人就把李永的儿子 接到了杭州知府衙门 李坤等见到自己的侄子 一看这孩子已经长大了 今年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 侄子见到李坤以后 也认出了自己的二叔 两个人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 李坤就问他 孩子 你好好想想 当年你爹是怎么死的 你还有记得吗 这孩子仔细一回忆 说 当年我只记得 那天晚上 是我娘亲自给我爹做的饭 吃完饭就睡下了 到了夜里 我爹胸口疼 没过多久人就死了 李坤心想 我大哥以前很少在家里吃饭 大多数情况都在酒馆吃 而且我嫂子也不经常做饭 难道这又是巧合吗 李坤又说 那你爹死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孩子说 我爹死的前一个月 他们总是吵架 有一次吵得特别凶 我隐隐约约听到我爹说 我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我娘说你知道又能怎么样 然后我爹就打了我娘 过了几天 我娘主动向我爹认错 然后就不吵架了 再后来 我爹就死了 李坤听到这 就明白了 我哥李勇知道那人身份后 嫂子怕事情败露 故意认错 然后做了一顿饭 把我哥害了 然后李坤对侄子说 这几天你娘他们在衙门有事 你先住在二叔这里 这孩子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说 二叔 我爹是不是我娘害死的 我现在也不小了 别拿我当小孩子 李坤说 我现在正在查这件事 等查清楚了 一定告诉你 于是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就让自己侄子住在了知府衙门 三天之后 陈大中 李坤 董瑞救阻了相关人等 进行了开关验尸 巡抚衙门和知府衙门的两位武座 当场进行验尸 最后得出结论 是中毒而亡 陈大中这时就问巡抚衙门的武座 说 既然是中毒而亡 那为什么当年没有检验出来呢 巡抚衙门的武座叫李成 他说 死者中的是一种叫石长散的毒 中毒前几天身体不会出现异样 十日之后就开始慢慢发黑 但是海宁县的武座 应该可以检验出来 陈大中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武座李成说 海宁县现在的武座 他父亲是一位艳师高手 我想他也不会差 当年我和他父亲 一起破过很多大岸要岸 中了石长散的人 虽然身体表面看不出什么 但脚趾头会有微微的浮重 只要仔细检验就能发现的 陈大中听到这就告诉杭州知府董锐 命人把海宁县的武座 带到杭州府衙门 薛万年和周氏听到艳师结果之后 当场就昏死过去了 半个时辰左右 相关人等都带到了杭州府大唐 海宁县的县令和武座 前唐县的县令 要铺掌柜赵强州 李坤二叔 薛万年和周氏全部到齐 杭州知府就问这海宁县的武座 本官现在问你 当年你给死者利用艳师的时候 为何要伪造艳师结论 这海宁县的武座 一看这阵势 没用费劲就说了实话了 他心想 这死者李勇的弟弟 现在是二品的总兵官 这件案子从巡府到知府再到县官 一直在盯着呢 况且省里和府里的武座 都检验过了 我想不说实话也不行 只要我实情脱出 最后大不了武座不干了 这要是顶着干 弄不好脑袋都得搬家 海宁县武座说 大人 我招 我一定说实话 当初李勇死的时候 薛万年给了我五百两银子 告诉我艳师的时候 走个行事 别太认真 薛万年和周氏一听 当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媒审就主动招供了 他们就是把食肠散下在了饭菜里 把李勇毒死的 最后 杭州知府董瑞宣判 薛万年和周氏斩力绝 海宁县的武座打三十大板 退出赃款 罢去武座的职务 杭州知府董瑞宣判完几个人的罪行之后 薛万年就急了 说 大人 我有下情回禀 真正和周氏通奸的人不是我 而是海宁县令武长连 杀人的幕后主谋也是他 海宁县令马上就跳起来了 说薛万年你就要血口喷人 我根本就不认识周氏 也没参与杀害李勇 极为大人一听 有点迷惑了 董瑞就说 薛万年你把话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薛万年说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海宁县令指使的 他看上了周氏 然后与其通奸 后来李勇发现了 他怕影响试图 就把李勇堵死了 然后又让我娶周氏 实际上我和周氏只有夫妻之名 并无夫妻之实 这么多年 周氏一直尾身于海宁县令武长连 这海宁县令简直都被吓坏了 赶紧说 三位大人 可别听薛万年胡说八道 我没敢说这种事 薛万年这时也急了 说 周氏 你赶紧说话 我们现在都快死了 也没人管我们 你难道还要包庇武长连吗 周氏说 薛万年说的都是真的 真正与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 是海宁县令武长连 而且我有证据证明 在武长连的屁股上 扭完口大的一块红色胎记 现在的武长连 听周氏说完 一下子就瘫软在地了 薛万年接着说 三位大人 武长连不仅与周氏通奸 而且他这些年贪污的钱财 都在我家地窖 不信您可以派人到我家去查抄 陈大中 李坤 董瑞三个人 听到这 恍然大悟 原来还有这么当的事 马上就派人去了薛万年的家 到了晚上 官差回来了 说 一共查抄了三十多万两白银 还有一箱子珠宝 第二天 三位大人继续升堂 这时海宁之县早就六神无主了 到了大堂上一个进耳的磕头认错 董瑞说 武长连 现在为时已晚了 没想到你不仅杀人害命 而且还贪污钱财 我已经和陈大人 李大人已经商量过了 也已经给朝廷上了奏折 至于你该什么罪 刑部最后自有定论 后来这海宁之县被判了的超莫家产 秋后处决的罪行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